这是新闻联播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动作 这是康辉给新闻联播创下的又一个奇迹 11月3日新闻联播开播前8分钟 12000字的文稿被送到了康辉面前 这是今天的加急稿件 因为这天播报的内容过于重要又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播过程中 鼻涕不管不顾地服从了地球引力 但时政新闻中 容不得一丝小动作 康辉静着镜头角度偷偷吸吸鼻子 克制住紧张 以最平静的态度将新闻不完 这次的失误让康辉痛心自责 他认为既然做了这个职业 身体不仅是本钱也是工具 调整不好自己的身体 这本身就是自己的不敬业 越优秀的人对自己越严格 你能想象康辉会因为普通话不标准 而想过离开央视吗 第一次上新闻联播 康辉只需播报三句话 一句欢迎收看 一句中间串词 一句谢谢收看 但就是这三句再简单不过的话 让康辉心跳如雷紧张不已 康辉有一个习惯 每次练习播报 出现错误时 他就抬手打一下自己 提醒自己下次不要再犯错 一次早间新闻 康辉意外出现了嘴瓢 他下意识打了自己一下 没想到这一幕意外地被镜头播了出来 日复一日的严格 每个轻松笑容的背后 都有一个咬紧牙关的灵魂 2008年 这是康辉职业生涯 迄今为止最大的事物 2008年5月13日凌晨 汶川地震发生10小时32分之后 康辉坐到了直播台前 从凌晨1点到凌晨4点 听着不断传回的前线消息 即使他一再克制 却还是忍不住哽咽 当播到一组外国领导人 发来的慰问店时 康辉一不小心将慰问店三字念错了 那一刻康辉冷汗瞬间就下来了 尽管他及时纠正并顺利播报完成 但这一幕却成了他脑子里的阴影 挥之不去 他甚至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 波错就是在犯罪 这种刻骨铭心的失误 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思自己 播报是他的责任 哽咽是他的情感 默哀三分钟时 康辉的耳机中传来的是后台同事们压抑的哭声 5月12日之后 30多位新闻主播就开始了24小时不间断直播 有的一播报就是六七个小时 累了下了主播台就直接坐在直播间外 短暂休息一下 高强度的工作下 海峡失乐生 康辉因为长时间坐着伤了腰 但比起生理上的伤 心理上的问题更加严重 长时间的压抑强烈的情绪中 让不少人出现了心理问题 最后央视不得不组织专业的心理医生 对大部分主播进行干预 一周后 康辉等人才从灾情的氛围中 慢慢回归正常生活 对于康辉来说 工作不仅仅是工作 更是自己身上的责任 不知道观众们还记不记得 康辉高考成绩被顶踢的事情 他的文化课成绩足以上北大 在专业课考试时 康辉更是凭借着 出声牛毒不怕虎的气势 拿到了全场最佳 这综合下来 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广录取 可谓是板上顶钉的事 然而康辉左等右等 却等来了天津商学院的通知 电话导到北广招生办 招生办却说 根本没收到康辉的档案 康辉爸爸四处奔波打听之后才知道 当时河北省有三位考生都通过了考试 然而北广只打算录取一名 其中一名女孩的父亲 刚好是派送档案和成绩的工作人员 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康辉的成绩瞒报 女孩专业课成绩虽然只排第三 但文化课成绩排到了第二 如果没了康辉 女孩考上北广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 康辉的父亲在邮电工作了多年 他几经辗转找到了当时的电报底稿 追查到了真相 工作人员在铁证之下 只得把康辉的成绩重新报道北广 但当时康辉的档案已经被调到了天津商学院 父亲不思辛劳又赶往天津 求来了康辉的档案 为了避免中间在节外生枝 康辉的父亲亲自拿着档案到了北京 看到北广收下了自己儿子的档案 他才放心离开 父亲的奔波给康辉留下的深深的印象 也让康辉第一次认识到了社会的灰暗面 因此他也格外珍惜 北广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1993年毕业便进入央视 2001年成为新闻中心播音部主任 2007年与海峡搭档亮相新闻联播 2014年成为播音部主任 这份履历无疑是播音界最顶尖的存在 30年的播音生涯 同时伴随着祖国的沧桑巨变 在康辉的四传中 他没有过多赞美自己的成绩 而是将这30年来的巨变一点点融入其中 北京奥运 汶川地震 世博会 神州飞船 他将爱国融入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